继续我们看口香拉艺术第二段的内容 Ben Wilson also non-assery 这个很重要 non-ass 这个是过去风词片语 表示被动 来修饰前面的Ben Wilson Ben Wilson就是一个人名 这是我们句子的主词 动词在这边 What's wrong? 所以主词后面常常会逗点逗点 中间就插入一些片语 那这里是插入一个过去风词片语 non-ass就被称之为 就是以什么著名 以什么身份为大家所知道 non-ass我们翻译 以什么知名 他被大家称之为是 chungangman chungangman就是 口香唐人 所以这是第一句的部分 那这个主词 Ben Wilson这个人 was born 是出生在哪里 被生 因为人出生都是被动 由母亲生下来 所以一定是过去式的被动 was born in Cambridge 在英国的建桥 英国的监桥 英国的监桥 英国 in 1963 在1963年 出生在英国的监桥 He has used the gun chewed and swung away as carcasses for over 8000 mini paintings 哇 这个Ben Wilson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使用了这个口香糖 什么口香糖 你看看 后面又一个过句分词片语 所以老师在看文章的时候 我都很谨慎 你看主词在这边 动词在这边 那后面又好像是动词 有没有看到 其实这些都不是动词的 动词已经在这里了 因此我马上就判断出来 动词有了 后面出现了这个ED 过去分词 大概就是属于 过去分词片语 表示被动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老师判断句子结构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他曾经使用这个口香糖 什么口香糖啊 后面就来补充说明 这些口香糖是被去的 被人们搅过的 人们已经吃过的 并且slawn被丢弃的 你看人们吃过的哦 而且又被丢掉的哦 这些口香糖来当做 二十 当做 这里是考你一个 use什么二十 使用这个口香糖来当做画布 Canvas就是画布 已经有画了有多少的 那个画 作为over有超过8000 8000的 mini-painted mini-painted是很mini型的一个这个画 他画了有超过8000多个mini型的画 画在哪里 画在这个口香糖上面 你给他摊平就变成一个画布啊 对不对 好 哇 这个是非常有创意的 Ben Wilson这个艺术家 好 继续我们来看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说利用口香糖来当做画布 而且到目前为止 已经画了有8000多个 这个 mini型的这种画 好 后面就讲出原因 his inspiration for this painting 说他的灵感 什么灵感 for this painting 对于这些画的灵感 他为什么会想到画这些画 那他的灵感呢 come from 是来自于 这主词是他的灵感 对于画这些 这个mini画的那些灵感 动词在那边 是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的conversation 沟通交谈 什么交谈 又来一个主词动词 可见了这是插入的主词动词 林介石 林介石已经省略掉了 林介石在这里 which或者是let 修士前面的交谈 就是他曾经有过的交谈 那跟谁交谈呢 with those 跟这些人的交谈 所以英文都是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内容 延伸出去 它的内容的延伸可以透过纸句 透过片语 所以像这个 就是添加纸句进去 修士前面的conversation 内容不足 又再添加片语进去 修士前面的conversation 这是with those 跟这些人的交谈 他曾经有跟这些人的交谈 从这个交谈中 他得到了这个灵感 好 这些人是谁啊 后面一定要讲清楚哦 who are walking by who are walking by walking by是 从旁边走过的人 就是从他旁边走过的人 可能人家会看得怎样啊 很新奇哦 就停下来 然后就跟他聊天 好 这样子 这就是他从跟旁人 走过的旁人的聊天中 启发了这个灵感 那这个灵感就是在口香糖上面 当作帆布来画出小型的那些画 再来 by painting on the gun 借着在口香糖上面呢 作画 来 借着什么方式 好吧 下去用来一个口香糖 口香糖后面有一个meter on the street 这个就要小心了 来 我们把这个片子给它切割清楚 好了 借着在口香糖上面来画画 好吧 后面又要讲口香糖了 什么口香糖啊 还没吃过 还是吃过的口香糖 当然要讲清楚 这个口香糖是meter meter就是被丢弃的 你看被动嘛 有没有 被丢弃的 在哪里 on the street 在丢弃在街上的那些口香糖 他就在 那个口香糖上面作画 所以Wilson Intent to Wilson Intent to 动词片语 打算 他是打算要怎样 他是有这个想法 说要bring out 把艺术带出来 好 带这个艺术 从哪里带到哪里 后面是一个 介细时出现了 from the gallery unto the street 他有这个想法 说要把艺术 从画廊里面 给他带到街头上来 from哪里 unto哪里 画廊很多人都去不了 因为很贵 你在带到 把艺术带到街上来 街上 那就不用钱 大家都可以欣赏 好 后面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so let 这就是表目的的 副词指句 以便每一个人都可以 easily see it 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到it it就是 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啊 这个前面的这个艺术 能够看到艺术 并且能够欣赏 its 艺术的美 这个its就是指art art beauty 艺术之美 这样就不用花钱了 上街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 这个口香糖上面的画画的艺术 然后他的美就可以享受到了 好 这个是第二段的结构 内容分析 我们继续把题目做 第一题 How does Ben Wilson How is怎样 表示方法的 用你方法 用什么方式 好 Does Ben Wilson Ben Wilson 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 是很棒的动词片语 Come up with 是想出来 想到 What he paints on the gun 他 这个pens pens是什么 画画 on the gun 在那个 true in gun 口香糖上面 要画些什么东西 好 他是用什么 方法 想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灵感 来 第一个 He listens to his friend's advice 他请听朋友的劝告 二 He enjoys visiting the art gallery 他很喜欢 这个去参观 艺朗 艺术的 这个画廊 我们就翻艺朗 第三 He travels to palace for inspiration 他游到巴黎去 寻求灵感 inspiration 四 He talks with strangers on the street 他跟陌生人 在街上交谈 文章提到的是 他透过跟陌生人 在街上的交谈 终于 启发了他的灵感 他就想到了 他在口香糖上面 要画些什么东西了 那就是把那个画廊里面的 那些很有名的那些画 给他搬到 给他画到 口香糖上面 接到口香糖上面 那这样人们就不用去画廊了 好 所以他画的那些 就是画廊里面的那些艺术 哦 这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想法 第三题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下列哪一个内容 是没有被提到的 in the passage 在文章的段落中 没有被提到 我们看哪一个没有被提到 A是说 the best place best place就是出生地 of Ben Wilson Ben Wilson的出生地 这个有提到 在纽约 不是 那个英国的剑桥 第二个 another man for Ben Wilson 另外一个名字 Ben Wilson另外一个名字 有没有 有 人家把它称为是什么 口香糖人 第三个 the profit profit 是利润 赚到的钱 Ben Wilson Mac Ben Wilson 所赚到的那些利润 从哪里 从他的画画里面 所赚到的那些钱 这个完全没有提到 根本就没有提到 赚钱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是关系之据 说明前面的这个主词 要小心 这是make 因为我们讲说赚到钱 有利润 英文是用make profit 所以profit移到前面去 那动词还是要用make 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 答案就是这个了 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说 the reason for Ben Wilson Ben Wilson 要在这个口香糖上面作画的这个原因 原因有提到 他希望可以把这个艺朗的那些艺术给他转移到街道上来 这有提到 好了 答案是第三 OK 这是第二段的 有关于口香糖艺术的文章跟结构分析 好 感谢观看